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每到农历三月就是淡水服幼宫妈祖绕境的大日子 昨天一大早在淡水中正路老街 就有许多镇头车队在门口排队准备开始一整天的绕境活动 镇耳玉龙的鞭炮声响彻整条老街 每到农历三月就是淡水服幼宫妈祖绕境的大日子 在淡水中正路老街妈祖庙服幼宫前方 可以看到有许多的镇头车队 在门口排队准备开始一整天的绕境活动 而这一座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福幼宫里头供奉着妈祖 更是淡水人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在沿途定点有发放淡水妈的平安扇 还有一些弄油咖的活动 特别是我们垃圾不落地 我们邀请了淡水区有三个里的环保志工 包括油车里 唐里长 还有郑德里的房里长 还有北新里的许里长 他们率领他们三个里的环保志工将近百人 在我们这个队伍的最后面 来进行垃圾不落地的清扫活动 浮幼宫表示淡水早期是香港 许多人也都信奉妈祖 妈祖诞成是在农历3月23号 浮幼宫在3月举办绕境也是很早就留下来的传统 而绕境规模更是一年比一年还要盛大 今年参加绕境的阵头队伍人数就有上千人 而当天上午在浮幼宫更是有许多的市议员 立委以及地方贵宾到场一起迎驾妈祖上轿 不仅是淡水的大事淡水的喜事 也是所有的来渡水观光客 每年都可以感受到一次的一个地方 民俗宗教活动庆典的大活动 可以说今天在浮幼宫所启动的妈祖的绕境 差不多淡水人 拜拜的人都会重新 每个人抱着一个欢喜的心情 快乐的心情 而且拜妈祖的信仰 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今年准备要参选立委的吴玉生表示 淡水妈祖是在地每年宗教大盛事 许多人都回动起来来迎接妈祖绕境活动 祈求平安 因此吴玉生也亲自迎接参与盛事 另外妙方表示 今年为了让绕境品局更好 特别有郑德里 北新里 以及油车里的环保巨工参与 加入绕境的环境清洁 让绕境有别以往更环保 记得许多人一代水采访报道 孽玉生さん 祝费